我觉得李然在这个故事中的成长更多的像是有一个放魂的少年 成长为一个肩膀上更能单身 更加稳重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故事 不需要设计 我觉得就是在做事的方式上和他面临的困境不太一样 所以就会自然地积极他一个年龄上的变化 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就是接下他爸爸的担子 这是从生活方面和事业方面 然后从感情方面就是与晨天下的感情究竟该何去何从 我觉得最难以演绎的尤其是在青年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考虑事情会相对于要多一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去掉我很多的考虑 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一些反应 就是想要变得更简单一点 其实是挑战比较大的